目前我在台北吃過的港絲 算是第一名喔 香港人來台灣吃港絲 是因為他們兩個 欸 那感覺很好吃耶 我們在網路上說 余文樂來台北都吃這一間 欸 是嗎 你認真嗎 認真 我查到了 所以才這麼多人嗎 因為我們就等了一陣子了 就是很愛吃港絲啊 其實我還好 你要知道 我香港人來台灣吃港絲 這多不合理啊 上禮拜帶我在韓國吃台灣料理一樣 對啦 可是你知道嗎 我每次來台北 一定會有人找我吃港絲 然後這邊是那個艾琳 然後莎莎也有叫我去吃過 艾琳也有 所以就想找香港人吃港絲 看好不好吃 然後就問說 欸 這真的很香港嗎 香港人都吃這個嗎 有不一樣嗎 偷看裡面發覺他們是要搭桌的 我香港的整件事 好 我們趁這個等待的時候 我們來講一下 為什麼台灣的人啊 這麼喜歡吃港絲 大概一兩年前開始就是 港絲很紅的那個 波羅包 來台灣 波羅草超好吃 前兩年才來的意思嗎 沒有 兩三年 不是很久了嗎 沒有 四五年 有這麼久嗎 四五年的 台南的更新比較慢一點 我覺得啦 我覺得台北很喜歡吃茶餐廳 是因為它比一般那種 你吃義大利麵什麼 便宜一些些 有嗎 會比一些些嗎 因為你吃一個義大利麵套餐 可能三百塊四百塊 但是你吃一個茶餐廳 你一個參加飲料 可能兩百廚頭 因為茶餐廳的口味比較重 它比較像台灣人會吃的東西 因為它有一些什麼 撈麵啊 鮮蝦雲吞 或者是炒飯什麼 好想吃喔 完全沒有想吃的感覺 就是喔 所以待會你們就是要吃 你們剛剛講的那些東西 對 茶餐廳的蘿蔔糕都會比 台灣的蘿蔔糕好吃 但是你知道嗎 其實香港茶餐廳裡面 其實不太會出現蘿蔔糕的東西 我們通常 茶樓 吃點心的時候會吃到的 很震撼現在 震撼教育 震撼教育 傻眼台灣人 震撼教育 看你們就好了 即使是你們兩個想吃什麼都可以 因為我就是每天都在吃 我覺得你可以試這個 好 這個比較難弄的好吃 你就要招牌 是要豬扒豬仔包 我覺得 豬肉包 就一定要鮮油 而豬扒包就是 就是分開 它們不能合在一起 很奇怪 好香喔 高丁子吃麵對不對 所以那個 泡麵的肉麵 它有紅豆冰啊 搞不好腦了 我超久沒有喝香港紅豆冰 好我要紅豆冰 我覺得這邊超香港的原因 因為只有香港這樣子會 一起吃 跟我不認識的人 所以我自己 一個人就說 我超不喜歡在香港吃飯 很嘗笑這樣 因為一個人可能很尷尬 有沒有 嗯 要不然你在香港吃什麼 壞蛋 不然我就一定會約朋友 而且這樣其實做得不舒服 也就必須要吃完馬上一做 所以很舒服聊天的感覺 你看我們點了這麼多東西 但台幣韓式9803不到1000塊 所以在台灣收集這個超便宜 我記得我跟米露 就是我們去 香港的機場 轉機的時候吧 我們在機場 就是點的 就撈麵那個飯 超貴 尤其是機場啊 就大概400塊 而且我也絕對不會再進來吃東西 那其實 如果你去一些觀光區 也是真的想吃 不是尖沙嘴 或是同樓灣 中環 中環是真的 更高 來場 好香嗎 還蠻不錯 有些店家 就是奶會重一點 有些會 茶味會澀一點 有耶 我覺得有 有有有有 有出來現在有出來 那個茶的後韻 而且它偏甜的 好喝 喔我喜歡 這是什麼 餃料多檸檬 其實我的香港沒有喝過這個 我覺得它的 麥香薄荷格 然後那個奶油就不夠厚 這一定要趁熱吃 冰就是奶油 然後火就是它 它的 暖暖的麵包 專業專業 來來來 這塊你吃你最肥 肥肥 可是你知道嗎 奶油要 越搭格越好吃 它的奶油 它裡面夾很多耶 欸我覺得 它奶油好吃 雖然它麥香不好看 可是它的味道OK 你們有看過這個嗎 沒有 紅豆冰 香港的小孩嗎 通常第一時間都會點這個 因為這個是很甜很像冰淇淋的東西 這上面是奶 上面是紅豆蓉 有時候它像我們會加一球冰淇淋這樣子 然後 就小孩最喜歡這種東西 它好小喔 這是什麼東西 大概 我以為它是一片吐司 我也以為 可是它是厚的阿 所以它如果是 薄的 它就是一片 對對對 這應該會超好吃 因為它是麵乳 那我吃到嗎 要不要給那個味道 其實港式很肥阿 它有強調那個奶油 可是香港奶油不會這麼多 可是我覺得OK 我接受 OKOK 我覺得它 蠻高分的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這個 可是我覺得 因為有更好吃的阿 在香港 紅豆冰 這樣子把它攪拌攪拌 我超久沒有喝這個了 我覺得它的甜度剛剛好 你們不能試一下 不是我印象中的 紅豆冰的味道 它是鹹的 紅豆融 壞喔 也不是鹹的阿 真的有錯覺 我覺得那是錯覺 它吃了吃了就很甜 這是白白的鮮奶 瓜奶 更肥對不對 看一下它的 撈丁 我把它錯過了 哇 撈丁 喔 好不錯喔 看起來 它是乾的耶 對啊 你會以為它是糖的 撈丁 是 撈丁 是 撈丁 是一定有 算蠻好吃的 它超越很加分 這是番茄 它好番茄喔 好吃 好吃 好燙喔 可是它外表 不是我們餐餐廳裡面 看到的那種 它比較像煎 半煎炸的感覺 可是現在是完全炸的 就是會咖啡色然後脆脆的 就是在點而已 之前很醉喝 它是甜的 它是甜的 你知道它是健康版的嗎 可是本來它應該要更胖的吃起來的感覺 我覺得它可以更甜跟更肥 它沒有到很甜 大概70% 好我們現在吃完的港式 是 蠻好吃的說真的 好吃耶 目前我在台北吃過的港式 算是第一名喔 欸這是我目前 就是除了香港之外 吃過的所有港式 我也覺得好吃 是不是 就是大家如果有看過 那個艾莉莎莎 那個影片的話 我那個時候還蠻嚴格 我覺得這裡的確比那三家好吃 不是說全部食物 可是就是大概 大部分 有興趣的台灣朋友 也可以來這邊吃看 這不是廣告 所以這是我們 就是他們兩個突然想說 對剛付錢 所以是他們說要吃港式 所以就 我 莫名其妙的來的 對